我们先一头来欣赏这次计划的 记者会上选玄一看到小月叔叔立即讨抱抱 酷帅的凤小月也立即变成软霸温柔的与选玄说话 两人因为合拍公益影片建立情感 已经为人负的凤小月说选玄真的很不容易 在拍摄现场看到第一社会福利基金会人员对慈怀儿的用心 也让凤小月相当感动 第一基金会的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真的都非常非常的投入 然后非常的就是真的是在那边付出自己全然的爱心 然后自己的还有劳力啊 其实也很辛苦你知道吗 这项由全联攜守第一社会福利基金会所发起的爱从一开始 一块无限大公益募款活动正式起跑 除了邀请知名艺人凤小月担任爱心大使 第一社府董事长更希望透过遍布全国的全联门事 能让社会对慈怀儿有更深一层的认识 了解对我们的孩子来说更重要 接纳他们了解他们 所以全联借着这样子的机会 我听说有三个月 三个月在全省一千多家的地方 那能够他们就至少接触到 这样子的一个特殊儿童的孩子 全联配话的张董事 以及全联务力中心留协理 我们一起来到 以选选来说 因为早产出生时只有467公克 跟伴随多项疾病 不过在两岁半进入第一社府接受早疗服务后 选拳这位巴掌仙子进步迅速 第一社府方面因此期盼 透过与全联的合作 让更多迟缓儿有机会 在零到三岁的黄金期接受早疗服务 早期疗愈对发展迟缓的小朋友 其实有很多 及早发现及早治疗的机会 让他们可以很快速的 在零到三岁的这个阶段 有更好的发展 然后可以顺利的衔接到 一般的幼稚园或者是国小 去做一般融合的教育活动 全联也率先捐出100万元 为募款活动软身 根据全联方面统计 PX配点数捐在2022年 整年总共募得5800万点 相当于580万元 全联因此期盼 借更为便利的捐款方式 鼓励民众发挥爱心 未来的话 我们在全支付的这个系统上 还有在这个ATM的系统上 都ready好了以后 我们会有更多元的这个募款方式 跟我们的这个合作单位 一起来完成每一波的这个梦想 除了协助募款 为了关注偏乡地区 发展迟缓额的需要 全联也透过行动超市车 结合第一社服的行动玩具车 进行宣导及筛检 提升通报率 让更多持缓额 尽早获得早疗服务 让妈妈把孩子带出来 一边买菜 一边让孩子玩玩具 我们就可以非常非常自然地 完成了早期疗愈的一个 宣导以及筛检 希望能够更多更多的家庭 在面对到家里有持缓额的时候 不至于这么怀疑跟恐惧 受到疫情影响 成立近44年的第一社会福利基金会 已经有三年没有办过实体活动 这次与全联的募款合作 从即日起持续三个月 希望把这份爱心 扩及全台湾各个角落 击杀成塔 让小小零钱也能发挥出 无限大的力量 爱从一开始 一块无限大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